大家好,欢迎收看南妹厨房 把鸡蛋放到绞肉机里搅一搅 出锅就成一道快失传的经典美食 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 鸡蛋打好后盖上盖子 直接启动搅10秒钟 把它完全搅碎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避免我们的蛋白搅不开还成妥妥 另外准备约100克的凉水 再准备两克的碱面 我们先把碱搅拌至融化 融化的碱水倒入到蛋液里 我们继续搅动7-8秒钟 让碱水与蛋液完全融合 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蛋液就已经变成了这样的偏红色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三个皮蛋放入锅中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我们开火煮3-5分钟 把皮蛋煮熟 这样可以更好的剥皮 煮好的皮蛋不仅剥皮更加容易 也不会造成溜腻 弄到菜板上或者手上到处都是 我们先把皮蛋对半切开 然后再分成小份 再切成小碎丁 全部切成这样碎碎的小丁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个耐高温的容器 铺上一层耐高温的保鲜膜 如果没有耐高温的保鲜膜 可以刷油 再把刚才搅好的蛋液过滤到容器中 不要泡沫 把表面的浮沫撇去 再把切好的皮蛋丁放进来 上面可以盖上一层保鲜膜 或者是盖个盘子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放入蒸隔 把我们处理好的蛋液放到锅中 盖上盖子 水开后转小火蒸15分钟 接下来做一份非常好吃的料汁 两片生姜 三瓣大蒜 两个小米椒掰开 把它们通通的搅成碎末 或者是直接用刀剁碎 搅成像这样细小的颗粒感就可以了 小碗中加入26克生抽 10克花椒油 18克辣鲜露 10克矿卷水 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这份料汁您尝上一口就会爱上它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锅盖可以看一下 它已经完全的凝固定型了 因为有一层保鲜膜 所以拿取非常的方便 我们把它放到菜板上 再撕掉上面的这一层保鲜膜 这时候右眼可见 非常的Q弹 我们把它放在案板上放凉 然后再切会更加的好切 我们在刀上沾一些水 再从中间分开 然后再把它分割成厚片 我们在切的时候 尽量不要让它顺序错乱 这样会有利于我们等会儿摆盘 这样一款非常好吃的经典美食 皮蛋肠就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横切面 大理石的碎花特别的好看 而且闻着也特别的香 拿在一块在手里面抖动 韧性十足QQ弹弹的超级好吃 我们把它摆入盘中 再放入料汁 整个过程没有使用肠衣 一样可以做出鲜香嫩滑又Q弹的皮蛋肠 搭配我们的蜜汁料汁 包你吃上一口满嘴流香 无论是下酒还是配饭都非常的合适 而且做法简单 外观有美观 还非常的好吃 非常建议您收藏起来试一下 包你吃过一次就会爱上它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点赞关注收藏哦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